爵士唐门新预告公布 幽冥白虎融合继承线 霍宇号沙姆仇人出现 经过一周的等待 爵士唐门第13集的预告终于更新了 从预告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一集中登场了许多新角色 登场的三个新角色 分别是戴华斌、朱禄和崔雅杰 戴华斌是戴木白的后代 而朱禄则是朱竹青的后代 戴华斌和朱禄都属于新罗帝国贵族的一员 戴华斌的父亲是戴浩 目前担任白虎公爵的职位 同时也是霍宇号的亲生父亲 尽管戴华斌和朱禄目前只有二三十几的实力 但他们能够运用传承下来的五魂融合计 幽冥白虎在天赋方面 与戴木白和朱竹青丝毫不相上下 霍宇号见到戴华斌后 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 因为戴华斌可以说是杀死他母亲的仇人 正是因为戴华斌的原因 霍宇号的母亲最终病故了 根据原著小说的情节 戴华斌曾对霍宇号和他的母亲进行了殴打 导致霍宇儿落下的影集最终不幸去世 由于对戴华斌怀有深深的敌意 霍宇号在这场比赛中势必会全力以赴 在绝世堂门中 霍宇号一直以向白虎公爵复仇为动力前进 但是最后 当霍宇号和他的父亲解开了彼此的误会后 他也就此释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